中野者 天下之大本眼 中野者 天下之大本眼 当我们能够立身处事 都能够以自信当家作主 那么处事没有过于不及 待人就一定是融洽和谐 所以真正的这个中 是天下万事万物的一个根本 这一句话如果用老子的道德经来讲 前嫌会更容易明白 道德经里面得一章讲 他说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明 依就是道的一个代名称 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 这半个月来地震不断 火山不断 日本啊欧美啊都有火山不断的爆发出来 天不清 地不宁 气候的一个巨变 是因为人心失掉常德 人没有道的时候有没有 天就天地的运作就失掉了他的常态 后面我们会提 所以天地无道他就天崩地裂 那万物得一以生 那万物如果失掉了这个道呢 他就会趋向于灭绝 昨天看了一个新闻关于生物体 谈到那个长鼻子的那种羚羊 说在短短的一个礼拜里面 有60%的那个物种的羚羊有没有 集体自杀 全球哦 60% 集体自杀 那到底什么原因到现在还查不出来 难道是气候的异常吗 为什么善见不同的地方 它有这么高的比例 同一个类种 就这样子快兵于绝灭了 那这个责任在哪里 动物只是竹水草而居啊 它有何过啊 是你我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 我们没有禀道而行啊 我们跑到山间去给人家建那个别墅 侵害到那些飞禽走兽的住处 我们恶意的破坏环境 人家北极熊都没有冰层 人可以什么 可以栖息了 跑到热门的村落里面去找食物了 因为气候的暖化 北极的冰都溶掉了嘛 那不是我们造成的吗 所以人为万物之灵 却没有把那一点灵光给它发挥出来 所以造成万物有没有 也冰临灭绝 万物冰临灭绝 最后害人就害己 因为万物之间构成一个食物链啊 所以猴王得以以为天下真 真就是表率啊 那你在上位置如果有道呢 你就可以做黎明百姓的什么 一个模范 可以作为他们取法的对象 那我们不都是在家的猴王吗 你在家里面不是也领导那个家庭吗 你在一个团体里面不是可以在在处处 当你发号司令有那个权柄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没有 共高我慢之心 你能够千功低向呢 道最大的一个视线以外就是 有道之者千功低向 道在低处啊 所以其智之一也 那我们是什么 人得一啊 我们如果得一 我们才能够配列为天地人三才嘛 所以从天地 无情的天地到有情的众生 你要这个天地万物 能够并育相生而不相害 那个重点在于领头羊就是你跟我 我们把那个道能够发扬于外 我们发扬于外的时候 那天地就就绪了 所以从有情到无情 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 这种条件可以离开道而成立的都没有 所以和也者天下是达道也 前面讲的中也者天下是大本 谈的是根本 谈的是要明体 谈的道 道体的一个重要 然后道体能够发挥天下之达道 达道就是寻信 在在处处视听言动 都依着本性去发号司令 所以古人讲 人心正天心正 人心不正天地乱 天地乱灾结降 所以圣人教我们 常保身心之太和 太和之气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那一点灵光 他在启用的时候 他所产生的那一个浩然之正气 所以里面是一个小周天外面是一个大周天 小周天有条不稳 那么大周天就能够安然无恙 你看我们讲的人的小周天跟大周天 人有喜怒哀乐 情时多云偶振雨 对不对 那天地呢 风雨雷电 有没有 都有 所以我们希望这整个地球的趋向 不要再继续往下沉沦 留给后代的子孙 有一个干净的立足之地 我们有能力做到 不要只是做垃圾分类 那是要做 但是那是枝末 正本清源之心 心中长宝 太和之气 那点灵光要能做足 所以和也者天下之达道 本利 那么天地有道 天地就位 万物有道 万物就就绪了 那这样子人与物之间 他可以彼此共存 所以至终和天地未焉 万物于焉 所以要天清地宁 你和我和 前提就是 发扬这个什么 大道 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 让我们能够 所谓的 用自信当家做主 所以这边要跟大家去 会议一下 大学里面所谈的 这个 所谓的道体 它是用无极来代表 在我们大学谈的子制上 跟后面会谈到 以 严回严夫子 得一善 全全福音 那个一善就是至善 大学的至善 教我们随事而止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 各种角色的扮演之上 为人父指于词 为人子指于笑 君进城中 胸有地公 朋友相交 能够讲性修目 这个叫做随事而止 行为上有所依止 那中庸的至中和 天地未焉 万物于焉 它比较强调内战 中庸比较落在体的这一块 而你要民体就是在二六十中 时时刻刻都要往里面去回光 返照 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一定要求自己克己复理 克制自己的私欲 情欲 一定要用什么 要用那个天理 来作为我们行事的一个规范 人人能够克己复理 人与人 人与物之间 它就不会有冲突了 没有冲突 没有纷争 它何有灾结 刚刚不是说吗 人心不振 天地乱 天地乱 灾结降 这两个人相对应 一个退 冲突就不会起来 夫妻也好 父子也好 手足也好 哪里的冲突 不是因为相对而易的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 告诉自己 守到不移的时候 那么冲突就会降到最低 所以在我们要能够 达到那样子 至终合之前 民体达用 最现实的当中 我要如何透过 六根对应六成 所起的情绪 发掘自己的过与不及 所以你修到人的情绪是很平和的 这个叫做情绪的控管 一个情绪控管的好 你家庭一定和睦 我不晓得你们前到会不会这样照顾先生 照顾太太 我最近跟我先生讲 你不要这样子无为不至的照顾我好吗 你这个会影响到我修道 他会天天看你的手机 电够了没有 每一天睡觉 他要把你的电充饱 所以我到现在没有充过电 害我不知道插电往哪里插 因为我没充过啊 对不对 那我跟他令我另外一个房间睡 早上起来他就提醒你 昨天晚上你睡觉以后 还有LINE的进来 我说噢 那你要记得看哦 然后你不要忘记哦 今天的温度是多少 所以你出门要穿什么样哦 我说噢 谢谢 实际上心里讲一句话 您实在有够唠叨的 我就跟他讲 请你多关心自己 不要投注那么多心力在我身边 为什么你在我的身上 我洗衣我一场 他就会有挂岸 没办法过去生结的善缘 真的不知道过去生 我对他太好了吧 所以有时候你过度的关怀 也是一种负担啊 那各位以前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父母对子女的叮鸣 就是这样子啊 孩子为什么会烦 那个心境就是我的心啊 你不要管那么多嘛 你管那么多做什么 你那个中午那个什么东西 我已经帮你蒸好了 你回来可以吃 我开玩笑 所以难怪我的儿子会讲 我们的妈妈是要做什么 你娶的老婆是要做什么 他不知道人会荒废 是因为外面已经有发号司令的人 所以各位前写 那么喜欢做主干嘛 让别人去做主 别人做主 他看不惯 什么他都要去把他做好 赖得轻松自在 人常有的负面情绪有这些 不是也是 你以为我很高兴吗 我在这种情绪之下 也在修养我自己的 因为我很不喜欢人家 这样子给我一直叮咛的 你把我当成什么 当成三岁我二吗 可是要修养 不好要去什么 要逆来顺受 好多受也不可以聚之不受 要不然下次人家不理你怎么办 最重要的是说 恭敬之心啊 去体贴人家的出发心是好的 我用这个事例是告诉各位前写 有一些东西 点到为止就好 不要说太多 夫妻如此 两代如此 朋友也是如此 就是因为你讲太多了 最后会得到一个结果 好心少有累积 有不 好心变成驴肝肺 讲这句话就是 你真的很唠叨啦 以前你都怪别人 不知道你的好心 我现在就告诉你 站在我的受害者 就是您唠叨过度了啦 理解吗 你怪别人给你的好 你的关怀别人不受 别人给你太多的关怀 你也觉得很累的 尤其是父母对子女 那个叮咛太多有没有 管束太多 很不自在的 以前我刚去我孩子家 我会看他的地板 因为我都赤脚 在家里赤脚习惯 我一踩有没有 我觉得有一点沙头 就讲你没擦地 对不对 妈妈我用吸尘器 我说你不知道 灰尘是吸不掉的吗 你妈妈已经习惯 两个脚要赤裸裸的 站在地上吸地气 来维持身体健康 她心里一定在想 好在您没有常来 后来我第二次 再过去的时候 我就发觉那个地板 很光洁 我就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不想听到相同的话 所以昨天打扫 每次你要问她 我要过去 不用不用 因为你不用 她可以维持猪窝原状 热座小猪啊 我就懂得放下 对不对 你觉得脏 觉得脏就把袜子穿上 回来丢到洗衣机 也不要自己累 现在很能适应 太能适应 以前看到冰箱话 什么都没有 没有有没有 就去买 现在空 空好啊 你也省得花钱啊 是不是 你看不惯就是要出钱 要出力 懂得吗 放下吗 放下万事OK 她OK 你也OK啊 后来 儿子问后选 妈你几天起床 我说你妈都五点多 那我要配合你 那个时间起床吗 我说不用 你睡到你该醒的时候起来 那请问明天早上 你要吃什么 现在要帮你准备好吗 我说不用 明天早上 你妈妈自己准备 可见平常给她压力太大 我才知道 透过我先生 我看到我自己 你现在理解了吧 我讲在每一个人跟人 人跟事对应的时候 看到你自己的意思在哪里 我的家丑都告诉你们了 那我们人最常见的负面情绪 有这些种 生气 这个情绪都不要详细解释啊 你们自己一览无疑嘛 对不对 我念一遍你就知道 又老人家后面看不见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生气 脾气暴躁 久而久之 别人就避之唯恐不及 不想跟你接触啊 一个爱生气的人 就如同将自己的自主权交到对方手上 让别人做我们的主人 后学曾经讲过 才到狗屎生气 狗屎就是你的主人 主人才能发号施力嘛 我叫你往东 你不敢往西嘛 别人讲一句话 你生气 那个让你生气的人 就是你的主人 所以我们天天高喊 不自由恶宁死 结果天天甘心做奴才 外面看到一件衣服好漂亮 没有买到就隐隐挂怀 回到家里朝思暮想 那一件衣服 破衣服就是你的主人 你做物质的奴隶 看到一个好吃的没有吃到 也是在那边忘不掉 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主人 何其倾建我们的自信 自信本不以万物为虑 无一物可以影响到这个自信的 而我们现在 把这些阿里不扎的事情 全部放到这个什么 放到这个心里面 让那个自信 已经萎缩到 快没有退路了 所以你要独立 你要自由 只有唤起自己的自信当家 要不然所有的口号 都是虚妄的 根本不会什么 变成事实 所以当我们对于神事物 容易带动自己的情绪 你让别人支配我们 你耗费这样的光阴 让别人支配我们一生 你为什么不找出 为什么一句话会生气 为什么一个东西 也会让我生气 你把原因找出来 生气的机会就少了吗 狗屎 踩到又怎样 哪一个人 做父母没有拔孩子的 拔屎拔尿的 对不对 那个是 从小到大 拔到什么 拔到他独立为止 一年365天 偶尔踩到一堆黄金 那代表好运当头 鸿湖即将到来 讲得容易啊 我也是踩到狗屎 发脾气 才发觉狗屎 做我的主人 憎恨 父母养儿育女 然后儿女 没有我们期待中 回馈我们 有憎恨之心 我们对别人的付出 别人没有感恩之心 我们有忘恩负义的感觉 那也是憎恨 那憎恨要化解 就是宽恕啊 包容 我们要去包容别人 就如同先佛包容我们 我们要去包容我们的子女 就如同我们的父母 包容我们 答案就是这么简单 你丢出去的 你收回来 所以子女常忤逆 表示你过去常忤逆 你不知道而已啊 因为前程往事 已经忘掉了 不自觉 凡所有眼前 发生的一些的情境 或许刚刚有提 心外无众生 心外无于事啊 都是你过去 现在 潜伏在内心里面的脾气毛病的 一个流露啊 所以忌妒 这个前道有没有忌妒啊 听讲师有没有忌妒心 会不会忌妒后学长得比你漂亮 他心想你这种妄语也敢打吗 我们听讲师是一定没有忌妒的 看得出来 那个脸就是一个太和之气之相 忌妒多半来自于比较 所以当我们跟别人夸耀自己的孩子 我们孩子苦九十分 你洋洋得意 因为我们孩子过去都六十分五十九 今天考虑九十很高兴 偏偏楼下那个不适趣的 哈 你们孩子九十分哦 我听说这一次的题目很简单 我儿子刚好考一百分 哇 本来那个高昂的情绪 一瞬间就掉入到什么 掉入到谷底 气死人了 谁让你生气 那个人的一句话 是不是 你比较之后就会不高兴 嫌自己老婆是黄脸婆 因为你天天在外面看的 都是那个不用做事的 有的时候我在想 我现在才想到 我先生为什么越老越体贴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善用心计 我每一天都会跟他讲 我说你要知道哦 你不是一个有横产的人 我嫁给你的 所以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要劳力 我也要劳心 因为我也要工作赚钱 那你在外面接触的 都是那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人 那个整天有庙 也不用开抽风机 因为他从来不用炒菜的人 他也不用抽风机吹头发 为什么 因为他都到外面去点头脏的啦 所以那个所有的时间花费 都是固这个拼 如果你给我这种生活 我也可以八十岁还有十八姑娘一朵花 所以我的苍老就代表我对你的付出 所以永远看到我的时候 不论年岁多久 你要从我的年 我的年龄的增长 看到你太太的伟大 我常常有意无意 就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开思 包括我学到以后 我都这样引导 那我当然也会用一些小技巧啊 帮他敷敷脸啊 给他按按摩啊 那敷脸不能讲话 就只能我动口啊 各位前行会了没有 偶尔对先生好一点 把他那个嘴巴放出 敷脸的时候你不要讲话哦 因为讲话会有皱纹啊 是不是 那你不能讲话 你躺在那边很无聊啊 所以你看看你 我要把你敷脸还要这样子坐台 除了老婆谁会对你这么好 不要以为我开玩笑 我就是这样子寻敷的 所以赤五里赤 薪水一毛不扣 然后我就教他一点 税金有没有自己付 然后其他的钱交给我 他钱都交给你 那那个税要怎么付 想一想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那好吧 钱都交出来税我帮你付 何必要吵何必要闹呢 对不对 你对他好 甘心做老财啦 我们对人好就好了 你不要做人家的主人 你回过头来去伺候人家 他就愿意让你做主人 所以我从来不担心先生外遇啊 因为有一天他如果嫌我黄脸婆 他就会想到我给他的丁明 对不对 原来我的苍老就是他的罪过错 所以不要常常去跟人家比较 人有所长 我有所短 这是一定的 我有所长 人有所短 这也是一定的 没有实权实美之事 不需要骄傲 也不需要推上 你不要跟人家去比较 人比人会气死 何必要让自己气死呢 只怕气不死 然后气出了癌细胞 要死不死 那多累啊 所以爱护自己 就不要有嫉妒心 担忧 一般人也会这样子 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 现在就想东想西 我好像很久以前 跟前嫌门谈过 老菩萨比较会谈 老菩萨讲 哎呀 就不知道有一天我老了 回去的时候 会不会一口气不来 就sayonara 就是希望得一个 好死啊 含笑而终啊 不知道呢 大家想这个话的动机是 不喜欢拖累别人 对不对 它变成一个主要的话题 但是谁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够善终 可是有一个事情 可以让你有把握 得到善终啊 你现在看破 你现在放下 就必然善终嘛 你刚刚没有听到 肃井讲了吗 他婆婆心早就放下了 所以后面有没有 他该走的时候 他就悠然自得啦 那个心要放下 一定要在你气未断之前先放 不是我气断了 不得不放 那个就会有很多的什么挂碍 而要放那个心 你以为简单吗 您不知道有多黏着啊 父母对子女的一个什么 一个黏着 那是最可怕的 在那种黏着之下 那个孩子都被自己养坏了 而不自觉 不自觉啊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我们用我们认为对的东西 对的事情 好的东西 好的事情 去养孩子 可是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的私利不周全 我们看得不够深远 所以你不知道 这样的方式 他对现在对未来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你关爱过度了 他是扶不起的阿斗 未来生这个孩子 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那不是你害他的吗 所以爱之士族也 害之也 所以佛对众生的爱叫做慈悲 我们人之间所有的一个浓厚感情的发射 称之为爱 因为爱是来自于私 来自于情 他就不公正 既不公正 他就会有过于不及 父母对子女多半都是来在过 而这一过 以我们学佛的来讲 那未来生就很可怕了 阿赖耶士的种子 种在里面就出不来 说句实在话 后学现在看自己的眼形 都会看到很远 不会看眼前 眼前有什么好怕的 眼前就是一天过了一天 但是眼前的一天又一天 他会影响到你的未来 所以多余的挂碍不能解决事情 浪费时间瞻前顾后 现在细心规划 属于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做的事情 有多少要做 能支配的时间有多少要善尽其用 我给各位前嫌一个由衷的叮咛 收心吧 不要再往外放了 沮丧 这是遇到挫折 遇到困难 人遇到困难 好像世界末日 其实关关难过 关关过 有没有觉得 这一路走过来 哪一个年纪 没有一些困苦的关 当时都觉得好像解决不了 事后一看也活了一甲子 念书的时候很讨厌上数学课 因为上课都要被打 所以希望数学老师快一点离开 那前一阵子去我以前的母校看了一下 走到那个 那个所谓的校门外的那个校区的时候 心里感慨良多 想想当年教我的老师 大概早都嫁喝西归了 所以人间没有过不去的关卡 太阳下山 他还会再起来 白昼紧随在黑夜之后 所以遇到挫折 多给自己正面的能量 不要让一件不好的事情 就把我们彻底给击败 尤其对于学道的人而言 五十成道四十罪 罪在哪里 罪在道心 不能够坚持下去 开始学到有学到的热忱 但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没有坚持下去的勇气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道场里面 看来看去都是这些道心 因为你们是有诚心 有恒心 也有毅力的人 你们才能够善始终完 那没有这三个条件 缺一个条件 你都不会坐在这里 坐的时间不会长 因为这是圣人说的 圣人讲的话 放诸四海而接准 立千秋而不变 我们去观看 我们下期待 会儿的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